试试在Adobe 拉丹之后就可以处理 处理之前先讲一下拉丹工作区的布局 拉丹分为几个部份 有上边、下边、左边、右边和中间 上边就是功能的选项 不同的功能可以点击它便可用它 下边就是要处理的照片 哪些照片要处理的便可选哪些照片 左边和右边这两个就是控制面板 这两个控制面板就是看上边的功能 哪些用来选项 功能是不一样的 中间就是看照片、处理照片 在这上边有几个 第一个叫陶库 在图库这边就管理你的照片 譬如在这里看你的照片、选择你的照片 删除你不要的照片 或者你将同一类的照片放在一起 管理方便 以及收你照片的时候也方便 在同步那里 当然第二个叫做收举照片 在这里可以编辑你的照片 譬如说我需要随展一下照片 调一下光暗、调一下颜色等等 可以在这里做的 地图这里 地图这里就显示这些照片在哪里拍的 譬如我这些照片在我家附近 这里我拍了两张 这上面就拍了三百多张 在这里显示 这些照片当然有GPS的讯息在里面 它才在地图里显示 画策 在这里你可以设计画策 设计了之后 你可以在网上打印 或者在自己的电脑打印都可以 幻灯片这里 在这里你可以设计相片的幻灯片 譬如说你开个摄影广座 你可以用拉筒做幻灯片 你做了之后 可以在这个屏幕 显示或者连接一个大屏幕去播放 在这里选择 很方便 打印这里 在这里你可以设计相片的打印 一张或者多张在这里设计 设计了之后 就在你电脑这里直接打印都可以 这个画 在这里你可以选择你的相片 做一个网页的图库 你设计了之后 可以上载到你的网站上去 上载了上去 那你就可以和你的朋友分享你的相片 这样 这里是同步你云端的相片 譬如我云端有几张相片 可以同步上去 接着用我的拉筒 再一些编辑 可以在这里用 这几个我到时会逐个逐个说一下 怎样用 在这里有四面的版面 每个版面可以点开关 在这里有点 还有些选项 这些选项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叫自动隐藏和显示 第二个叫自动隐藏 第三个叫手动 你想它开就按 想它关就按 这三个选项 第一个是自动显示和隐藏 第二个是自动隐藏 第三个就是想它开就按 想它关就按 这里还有一个选项 就叫做同步相对的面板 即是相对的面板 即是上边相对下边 左边相对右边 如果同步这两个 上边和下边 按了它 上边关下边也是关的 上边开下边也开 下边同样也是的 我通常不要这个功能 因为我通常会开这个下边出来 上边这个我就会关了它 因为这些我可以用快捷键入 不需要开出来 这样按 我就会关了它 我就会多些位置 多些位置在屏幕那里用 所以我会不会同步 这样 左边和右边都是一样 你可以开关 这样按它 右点这里的设置都是一样 跟刚才那里 你可以试一试 是怎样的 左边右边这两个 这个控制面板 就跟着你这些功能 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面板里面 又有一些控件 比如这里 这些控件 你按它要用的 你按它要用的 按开来 右点这里 你可以看到那些控件的名字 这里有个TikTik 即是已经在 如果说某个控件 你不需要的 你可以隐藏它的 比如这个 发布服务 我点了它 它就不在这里显示 我就省了一些位置 比如一天 如果我要的 我按它出来 也可以的 你又怎样 另外还有些选项 比如这里 全部展开 按它 全部展开 它这里 你要做 有上有下去找的 通常我都不喜欢这样 最主要是我的屏幕 不是太大 如果我是4K电视的 那我就全部开了 都没问题 那我收起来 接着我就选 这里有个叫做单独模式 按一按它 在单独模式 这里我开哪个 按哪个 开那个 其他的控件 它自然就关闭了 那我变成了 这个按下来 永远都比较容易 用 如果不是全部开了 又要上又要下 比较麻烦 这样 左边右边 都是一样 名字 这些设置 都是一样的 在那边 这里 还有一样有趣的东西 就是 有这个花花 当然有花色 这里 这个花花 如果你说漂亮 放在这里 你可以由它放在这里 如果你说 没有什么特别意思 你可以点毛 可以取消 当然 这些花花 还有其他的 如果去选择其他的 你可以去选择 这样